再来看是大陆现在要强力主打自制的飞行客机了 中国国行就宣布将募资60亿人民币 来引进中国制造的C919跟ARJ21班机 总共会采购17架 C919最新的价格是小幅上涨到7.67亿人民币 不过跟竞争对手波音跟空中巴士同类型的客机相比 还是很具有价格优势的 而除了天上飞的之外 现在地面上也出现了更多的中国制造 像是辽国直达中国云南的中辽铁路 开通两年来成为辽国重要的货运路线 而两国直通的客运列车 今年四月份也正式营运 大幅缩短了往返两地的时间 中国商费公司制造的C919客机 在摩天大楼之间穿梭 借以彰显飞行性能 他本月中在香港维多利亚港飞行表演期间 一度把飞行高度降到300多公尺 与民众来个亲密接触 尽管引擎动力 航电飞控等核心系统仍然使用国外技术 但C919客机高达60%的中国国产比例 仍让不少民众深感自豪 C919从去年12月正式商转至今 虽然只有三架客机完成对东方航空的交付 但预定量仍持续增加 C919又添新用户 中国国航昨天发布公告宣布 将引进包括六架C919在内的17架国产飞机 尽管中国国航过去也被列在上千架C919的订单客户之中 但在C919正式商转之后 这是国航首度发出公告表明将引进六架C919 公告还曝光C919的最新目录价格为1.08亿美元 这比去年东航引入C919时所公布的0.99亿美元 目录价格还要高 显示C919的性能获得一定肯定 此外这个价格也低于座位数相近的波音737MAX8 每价1.22亿美元 以及空中巴士A320NEO1.1亿美元的目录价格 尽管航空公司真实购买飞机的价格 通常会比目录价格更低 但相关数字仍然显示 中国制造的C919与竞争对手波音和空巴之间 存在价格优势 除了天上飞的受到国际关注 地上走的交通工具也出现更多中国标准与中国制造 例如这列从莫斯科出发 载满非金属矿物的货运火车 正从中辽铁路的中方边境站进入辽国 接下来还将沿着当地铁路线进入曼谷 透过中辽铁路成功让这段超过7000公里的路程 得以超进路 比传统路线少了20个小时车程 至于把辽国的玉米从北部的孟赛 销往中国的云南蒙字 藉由中辽铁路也可以比公路运输 省下约两成费用 因为省时又省钱 让中方出资新建 连接云南昆明到辽国永珍的中辽铁路 开通两年多来 货运量已经超过2900万吨 其中两成都属于跨境货物 中辽铁路是老挝政府 请求中国帮手建的 老挝政府它要求这个铁路 既可以载压又可以过滑 那160公里是最适合 这个铁路的后益 和经济的后益 虽然没有达到高铁的速度 但整条铁路都采用中国技术与标准 从车站售票点到搭车安检等等 全都与大陆境内一模一样 对于中辽铁路开通两年多来 总共将近2500万人次的旅客发送量之中 高达85%都是从中国境内出发 旅客们就算出国也有高度熟悉感 唯一不同的大概就是这个 在万丈站的后车大堂 武内地高铁站上建的收发按摩椅 也有不少的优先座 还有这些贴着橙色标识的呢 就是争雷尊座 两国直通的科医链车 今年4月才上线营运 而这款每天来回各一般的中辽跨国火车 全程约10.5小时 大幅缩短两地云友的交通时间 唯一让跨国旅客感觉不够方便的 就是火车在中国与辽国边境 都要个别下车办理出入境手续 光是检查与通关就要两个多小时 火车之外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也积极强占欧洲市场 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 就准备在匈牙利南部 投资数十亿欧元 新建生产电动车与电池的厂房 预计两年内落成 匈牙利市场对我们来说 早在2016年 比亚迪就已经进军匈牙利 但当时主要着眼于电动巴士的生产 这会进一步加强欧洲布局 期望能在2030年前 与欧洲电动车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PVP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中国大陆跟印度 在经贸上的关系 是不是出现裂痕了呢 印度是以打击金融犯罪为由 逮捕了好几名 大陆智慧手机制造商Vivo 印度分公司的高阶主管 Vivo认为这是印度政府的骚扰行为 为市场增添了 不确定性 今年Vivo X100系列新品发表 销售量比上一代暴增1.5倍 打破Vivo历来所有新机销售记录 但业绩暴袭的同时 路透社却报道 印度政府以打击金融犯罪为由 逮捕了Vivo印度分公司高阶主管 三名被捕人员包括Vivo印度公司 临时首席执行官 首席财务官和公司顾问 这三人已根据 逢知洗钱法案的规定被拘留 预计将于本月26号出庭 2014年Vivo正式进军印度 2015年响应印度制造 在当地建厂 然而印度和中国大陆 自2020年起 在边境爆发冲突后 双边关系恶化 印度开始以国家安全为由 禁用抖音 微信 百度搜寻引擎等 超过450种大陆APP 不仅如此 大陆手机品牌也被波及 光是Vivo就三度遭殃 包括去年7月 Vivo印度办公室遭搜索 警方宣称 破获中国公民大型洗钱活动 今年10月 印度指控小米Vivo 协助当地新闻网站 非法转移资金 当月又逮捕4名 Vivo印度分公司员工 指控其中一位中国公民 涉嫌洗钱 Vivo公司表示 对印度最新的逮捕行动 深感震惊 直言印度政府的骚扰行为 对整体产业带来不确定性 据相关统计 自2022年初 印度当局对小米 Vivo OPPO 至少展开八次突袭 以各种理由 冻结扣押 上售公司在印度账户的资金 印度对外国企业的监管 出尔反尔 动着罚款 是臭名照着的 所以印度呢 有外企逢场之说 印度和美国 台湾联手合作 近期在印度会晤 探讨如何防范 解放军的网络攻击 中印双边裂痕 逐渐加深中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看到这一天特别追求 短期的组合